可以 好 那古琴的话 你那边是断了最粗的这一根鞋 这根鞋 所以你要把这根 这根 这根 都给拆掉 怎么拆呢 因为你不拆了 你不拆这三根的话 你这根是装不上去的 好 我现在拆给你看 好 那你刚才后面来 你看它是有四个 绑四个和绑三根的 那我要先把 这一块全部拆掉 一定要拆掉 不然的话 你这一根鞋 最初的这根鞋 是绑不上的 好 就拆掉 好 那那一条琴 应该是老板的 所以一定后面有留这个线的 这个线你不要丢掉 就是照这 你不要弄它就收了 这次不要拆 然后这个不要拆 拆 这个不要拆 拆完现在就是剩据后一个 也就是说那个 断掉的 你就把它拆出来 一拆的话你可以看到的 下面这些都是 松掉的 那松掉的话 然后我再打回来这边看 好 刚刚你是这一根 有问题吗 对不对 现在我就把这一根做的事情看怎么样 把它的鞋上去 你就先把它的鞋拆出来 它不是这一根断掉的 拆出来的 那你拿着刚才已经弄好的这一个东西 好 准备 这一个 拼 还有 一样的 这个东西 就是豆磊 已经放好了 好 这豆磊和拼的话 又再把它拴起来咯 一样咯 就是这样子 好 你看古琴的这边的话咯 有一个洞了吗 对不对 就是它下面咯 好 你把它 这样子穿过去 所以是穿过去了吗 对不对 穿过去 不要弄小一点 多一点 然后穿 好 就把它穿出来 穿出来的话 有时候会过长 所以我是过拐 那你要调整一下 怎么调整的 这边 过长或是过短的话 你这边 给它调整一下 这边 拉出来一点这个 然后你这个后面再拉一点过去的话 它就会短一点 弱 弱 如果太短的话 你就 这边给它 拉上来 这一块 你给它拉一下 它的身就缩上去了 然后你在这边 再给它 拉一下 它的身子就出来 好 大概我们需要多长呢 你看 你这边是紧的了 紧的了 然后 刚刚好到这一个借头这边 给它拉进来 就是这一块 好 那个长度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光